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礼拜天 礼拜一 冷空气又会稍微增强 各地的温度又会略下降 降雨部分主要要留意的 这个周末 基隆 宜兰会有一些短暂雨 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从云图上看起来 台湾上空好像没有什么云层存在 但因为东北风在吹 把水气给带过来 就造成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今天持续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况出现 等到明天礼拜六元宵节 台湾附近吹的还是东北风 只是明天进来的水气会比今天少一些 但是迎风面包括了基隆 宜兰 明天还是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形 台北桃园跟华东地区降雨几率不高 只是云量会比较偏多 过了新竹以南 中部南部的话主要是多云稻晴 有机会见到阳光的 而接下来等到礼拜天的时候 东北风持续吹之外 因为北边冷空气要逐渐的增加 水气在礼拜天也会稍微变多 所以在礼拜天目前看 除了基隆 宜兰持续有短暂雨 北部东半部云量偏多 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飘雨发生 中部南部不用担心 中南部在礼拜天依旧是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形态 下个礼拜一您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 虽然还是东北风在吹 但水气在礼拜一又会稍微减少一些 所以目前看下个礼拜一 只有在基隆宜兰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飘雨 但也不会太多 其他各地降雨基率都不高 只是北部东半部云量还是比较多一些 中南部天气相对比较晴朗 温度部分透过地面天气图也要告诉大家了 北边高压移下来把冷空气给带下来 今天冷空气持续增加 北台湾温度持续下降 中部东部温度也下滑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是这波冷空气相对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 在低温部分要提醒您 中部以北这里低温大约12到13度左右 另外包括宜兰的低温大约在14度 而至于在南部东南部低温大约16到17度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您要出外闪花灯的话 记得要注意保暖 明天白天来看的话 在北台湾温度虽然会比今天略微回升个1到2度 但整天感受上还是比较偏凉冷 北台湾高温大约19度上下 中部跟东半部的温度跟今天差不多 中部高温24度 至于在花莲高温22度 台东高温25度 不过南部的高温 明天跟今天相比会略微下滑 明天高温大约在26度上下 但整体来想 中南部东半部主要白天舒适 还是早晚温度会比较低 要特别留意 接着我们提到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一 又会有一波冷空气开始逐渐南下 所以礼拜天到礼拜一 各地的温度会逐日下降1到2度左右 到时候要持续注意保暖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就要告诉大家了 这个周末假期 北部东半部比较凉冷 明天元宵节外出的话 记得要保暖 中部南部留意的还是早晚的话 要记得添加衣物 基隆宜兰持续有一些短暂雨之外 沿海外岛要留意强阵风 还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 可能会有长浪发生 明天天气透过TUKA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 在北部地区来看的话 云量偏多 基隆北海岸 有些局部短暂雨会发生 温度稍微回升 感受上还是比较偏凉 基隆13到17度 台北14到18度 新北14到19度 桃园14到19度 新竹14到19度 苗栗13到20度 不过等到后天礼拜天 温度又会开始略而下滑 而中部地区来看 明天温度跟今天差不多 但早晚温度会比较低 台中14到24度 彰化14到22度 南投13到25度 云林13到24度 加以14到24度 总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降雨机率都是低的 都有机会见到阳光 包括了南部也可以见到阳光 但是早晚的话 也记得要注意保暖 台南16到25度 高雄17到26度 屏东16到28度 而东半部地区主要是宜兰 在明天的云量偏多 可能有些局部降雨 15到20度 花莲台东多云 台东有机会见到阳光 花莲16到22度 台东18到25度 而在外岛地区 要留意比较强的阵风 在澎湖15到19度 未来天气 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这个周末主要是基隆 宜兰会有些局部短暂雨 中部南部天气还是晴朗的 明天北台湾比较偏凉 中南部早晚温度低 礼拜天礼拜一 冷空气稍微增加 温度又会稍微的往下掉一些 锁定台式气象 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